大家现在都说您踩到了流量变成了顶流 您高兴吗 长期积累 偶然得知 那您现在有这种 又变成大明星的感觉了吗 我从戏剧圈 我们上面第一课就是 不要成为不要当明星 要当艺术家 但是我现在在艺术家也不要 您就做一个演员 在网上有很多人传您演技风神了 狼狈的呀 有吗 因为我是舞台演员 就是在舞台上 从头演到尾 很自由 一次 一贯到底完成了 这个呢 它是分镜头 镜头画的剪接 演完这一段了 然后 休息 换机位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啊 还得跟刚才那边一样 一下就把我憋住了 他们也痛苦我也痛苦呀 每一次您都习惯创作啊 现在是复制粘贴 那怎么办呀 就是那一次 就是一场那个 打开柜门 拿出东西 再拿出东西 然后关上门 然后跟他说话 一连串的动作 接不上 举丧 算了不办了 回去 都动了这念头了 第二天回到宾馆之后 我把宾馆又布置成 类似场景 我画了个座位 坐在那 他们拍照 让我看 然后我又 把这戏再演一下 我不但要记住 我的表演 还要记住我的动作 我的行动 也关键的动作 不要那么太随意 他就好接了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和戏剧的差别 观念转变了 明白了 知道这么回事 所以演完之后 大家不是鼓掌吗 对 我说出席谈吗 报老师 报得起 过来拥抱我 我看到那段视频了 当时您的那个泪水 是为什么流的呀 闯过一关了嘛 之后就顺了吧 就熟悉一下镜头 就行了 镜头就是观众的眼睛 原来我更不看回放的 我认为我自己感觉对了 不看 不看 知识时候我要看 我心里有一个树 应该这么严 应该那么严 应该那么调整 就明白了 您重新学习 对啊 后来就感到很幸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